今天我所要分享的主题就是 真假基督徒 真假基督徒 是的 是的 好 感谢主 真假基督徒 凡是有真必有假 有真的基督徒呢 恐怕就有假的基督徒啊 那什么是真的基督徒呢 就是那虔诚相信上帝 专心的来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感谢主 弟兄姊妹 让我们作为一个真的基督徒啊 那假的基督徒又是什么呢 假的基督徒就是那些自称 也是相信上帝的 口里面也是说 我相信上帝 但是在个人生活中 在他的生命里面 却活得好像没有上帝 我再说一次 弟兄姊妹 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真的是相信上帝 在生命里头活出 我们真真实实的信仰 但是如果在我们生命里面 活得好像没有上帝一般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却看不见了信仰的改变的话 那弟兄姊妹 恐怕那就是虚假的相信啊 恐怕那只是头脑上 只是知识上 只是原理上的相信 今天我们不要做这样子的虚假的基督徒 圣经有多处的经文来提醒我们 来警告我们 来劝勉我们 让我们的信仰呢 真真实实的 是进入到 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看几处经节吧 首先在提多书 提多书第一章第十六节 提多书第一章第十六节 这经文告诉我们 这里说 他们说是认识上帝 行事却和他相悖 留意 这经文所说的 他们说 就是说 他口里面也是这样说 说是什么呢 是认识上帝的 可是行事 也就是说他的为人 在他的生活中 却是与神相悖的 换句话说 他们的生活 他们的行事 他们的为人呢 完全的没有遵从神的话语 莫乃是 甚至是来违背了 神话语的教导 这就是虚假的信仰啊 那这里上帝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样的虚假 乃是可证悟的 是悖逆的 在各样善事上 是可废弃的 弟兄姊妹 让我们不要做这样的虚假 让我们的信仰呢 不是说口里说说罢了 而是在行事为人上 真真实实的活出来 在行事为人上 在生活中 在生命里面的每一个层面 乃乃是符合 乃是遵从 乃是跟随着上帝的旨意 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工作 感谢主 我们再看另一处经文 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五节 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五节告诉我们 有金钱的外贸 却备了金钱的实意 这等人你要躲开 那经文说你要躲开这样的人 那弟兄姊妹 我们不只是要躲开 而且要确保我们不是这样的人 弟兄姊妹 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人 怎么样的人呢 这里说到有金钱的外贸 换句话说 外表上看起来有金钱 对神有这样的一个敬畏 一个虔诚的样式 但可惜的是 如果只是外贸 如果只是样式 却备了金钱的实意 也就是说没有真实 有一个样子 却没有他的真实 那也就是什么呢 虚假的 那也就是虚假的 弟兄姊妹们 让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 让我们不要做这样的虚假的信徒 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第七章21到23节 马太福音第七章21到23节 我想应该是很熟悉的 很熟悉的一段经文 在第21节 耶稣说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 弟兄姊妹 想一想 想一想耶稣的这句话吧 不是每个口你说主啊主啊的 不是每个口你称耶稣为主的 真的是尊他为主啊 耶稣这里继续的说道 他说 唯独 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够进去 看见没有 所以不是口你说说 不是口里面称耶稣为主 那就是真的 在生命里面 来遵行他的旨意啊 哦 让我们口里面要承认 让我们心里面 更加要相信 要信靠 要遵行上帝的旨意啊 这样一来 当我们口里称耶稣为主的时候 那才是真实的 哦 那是 才是讨神喜悦的 第二十二节 马来福音第七章第二十二节 耶稣继续的说 当那这 哪一这 我们面对主面的时候 当那一这 必有许多人对我说 主啊 主啊 我们不是凤云的名传道 凤云的名赶鬼 凤云的名行许多义人吗 我就要明明地告诉他们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 离开我去吧 哇 在这第二十二节里面 我们看见 不只是口里称耶稣为主 甚至他们也做上帝的功 你说哎呀 他们也做上帝的功 应当是真实的信徒啊 但是弟兄姊妹 我们可以做上帝的功 心里面 却是怀作邪恶 心里面 却是怀作私益 心里面 却是为了自己的好处啊 所以 不是口里面说 甚至呢 我们可以做一些很好的事情 甚至是做上帝的功 但是 最重要的就是 内心深处 也没有真真实实的 来敬畏上帝 来跟随上帝 来顺服上帝呢 耶稣说 我不认识你们 那是何等可怕的一句话 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 如果神说的是 我不认识你 为什么会不认识呢 因为这里说 你们是作恶的人 也就是说 作恶的人 是神所不认识的 那为什么是作恶的人 不是已经称耶稣为主吗 因为没有真实的 从心里面来信仰 来跟随 所以口里面称耶稣为主 生活中 却是作恶的人 那这里说作恶的 不一定是什么 那些杀人放火的事情啊 弟兄姊妹 而是在心里面 没有顺从上帝 而在心里面 乃是许许多多的自私 许许多多的罪恶 这样的人 乃是神所不认识的 换句话说 这样的人 并不是一个真实的基督徒 所以今天 我说的就是 弟兄姊妹们 让我们千万不要 做个虚假的基督徒 阿们 让我们千千万万 不要做一个虚假的基督徒 虚假的基督徒 自欺欺人 又有什么用呢 我们可以欺人 甚至可以自欺 但是我们欺不了上帝啊 神看见 神知道我们的内心啊 因此呢 今天让我们是真实的 来相信上帝吧 阿们 真真实的来相信他 并且在生活中活出来 在生活中活出我们的信仰 也就是说 神所说的 我们照着去做 阿们 神的旨意 我们去寻求 去遵行 哈利路亚 让我们真实的活出来 活出我们的信仰啊 也就是说 让我们的信仰不只是在思想上 不是说 哎呀我心里面想 我相信 我相信 是的 思想上 我们相信 可是呢 我们在生命中 阿们 在生命中 也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让我们活出来 我们思想上 我们赞同了 哦我们相信了 哦我们相信了 那就在生命中 在生活中 活出来吧 让我们呢 不只是在原理上 不是口头上说 主啊主啊 而且是真真实实的 在行为上 我们所做的 好 我们所做的 我们做的选择 我们的行事为人 哦我们的说的 这一切完全的相符合 就是活出我们的信仰啊 相信耶稣就活出来吧 让我们来想象一下 假设 这只是一个假设 弟兄准备 假设 如果你必须在法庭上 来证明你是个基督徒 你说哎呀哪有这个需要 假设嘛 而且 比如说在某些国家 某些地方 做一个基督徒 是犯法的 那假设 你被抓了 然后呢 哦要证明 你是个基督徒 那请问 请问 有没有足够的证据 可以证明 你是个基督徒呢 也就是说 在你生命里面 有没有什么证据 可以证明 你真的是个基督徒呢 有的弟兄准备可能会说 啊简单 哎呀 那我我我我 我忠心的来聚会 那就是其中的一个证明 我们要来敬拜 我们要来聆听 我们要来学习神的话 这些事我们渴慕 我们要行的 但是恐怕 在一些自称是基督徒生命的人的生命里面 却没有这样的行为 没有这样的证据啊 弟兄姊妹 如果你必须在法庭上来证明 你是个基督徒 你会用什么证明呢 有什么证据呢 就是在你行事为人面 你能够提出什么说 我这样行 因为我是个基督徒啊 我这样做 我这样说 我的生活如此 因为我是个基督徒 有没有这些证据呢 有没有一些见证人 可以来见证说 你真的是个基督徒呢 有没有同事可以说 哦我知道他是个基督徒 因为我看得出来 我看得见这个那个 哦他是他的生活 他的价值观等等 又或者是你的家人 又或者是你的朋友 有没有见证人 可以见证说 你真的是个基督徒呢 那说了老半天 弟兄姊妹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的意思就是 如果我们是真实的基督徒 那在我们生命里面 肯定会有证据啊 肯定会有迹象啊 因为我们肯定要把这信仰 活出来啊 而且我说的 不是外在的表现 我说的不是说 我们假装不是 上帝看的真的是 我们的内心 但是如果内心 有真实的信仰 内心有上帝 耶稣真的住在我们里头 圣灵真的在我们灵里面 重生的话 那请问 里面有的是否会显露出来呢 肯定要显露出来 肯定要显露出来 如果你的信仰 埋在你的信里面 埋得那么深 深到看不见 深到一点迹象都没有 深到 哇 可能你的 你的同事跟你同事的几年 都不知道你是基督徒 那我告诉你 那就真的是埋得太深了 如果是那样的话 那恐怕我要告诉你 那你的信仰呢 恐怕是假的 恐怕是死的 埋在你头是好像被埋葬了 死掉了 那弟兄姊妹 今天 不要做一个死的信仰 让我们的信仰是活泼的 哈利路亚 那是真实的 那是要流露出来 显示出来的 我记得好多年前 当我在当兵的时候 有一件事情呢 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我们时不时呢 会有一些duty 就是我们 就是被编排 要去执行谋线路 但其实呢 当时我在那个 现PP的时候呢 那个任务其实是 很简单 真的是可以说是 很闷的一件事情 就是大概每个一出呢 我们都会跟另外一个部门的 一个不认识的 另外一个人呢 就被分配去 负责某一样事情了 那基本上就是 待在那边呢 好几个小时呢 其实也没有什么东西做 那个时代没有手机 所以不是说你没事情做 你可以拿手机啊 好像现在啊 看手机什么 那个时代没有 所以要么你带一本书去那边读 要么你就得跟那个陌生的 另一个部门的人 不认识的人呢 跟他说说话 那我记得有一次呢 就是另外一个部门的 一个 一个 叫什么 就是当时呢 就是比我高的 是一个全职的军人 然后不认识的 但是我们就有闲聊几句 说几句话等等 过了一回之后 忽然间他就 就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 你是不是个基督徒 那时候我有点讶异 因为我身上并没有带着一个十字架 我在跟他闲聊几句的时候 我也没有 哈利路亚 也没有一些基督徒的原理啊 那我就很压力 说你怎么知道呢 他说因为 你说话的方式 不一样 说话的方式不一样 他说的不是说 我的那个腔调 而是说因为我所表达的 我的那种看法观念等等 他说不一样 结果呢 他虽然不是个基督徒 可是他有接触过 也有其他人跟他传过福音 所以他就感觉得出来 他就问我说 你是不是个基督徒 一个基督徒我就告诉他说 是的 我是个基督徒 感谢主 然后就跟他分享福音 那我要说就是很感恩 一个陌生的人 交谈几句 可以看得出来 我是个基督徒 那这不是什么夸耀的事情 我所说就是弟兄姊妹 今天 今天 特别是我们信主那么久了 今天 包括我自己在内 旁人 外人 陌生人 甚至包括 你所认识的人 他们能够看得出来 你是个基督徒吗 如果看不出来的话 那求主怜悯我们 如果他们看不出来 我们是个信徒的话 那我们的信仰 恐怕 真的是虚假的 恐怕 就真的 真的 要悔改过来吧 恐怕 让我们 得来到神的面前 说 主啊 饶恕我 今天 我要真真实实的 来相信你 来跟随你 弟兄姊妹 我相信这是我们的心意 弟兄姊妹 我相信我们是认真的 我相信我们是真心的 来相信耶稣 那我所说就是 我们真心的相信 就让我们真心的活出来吧 不要只是想想 说说 而是在生命里头 好好地活出 这样的生命吧 那你说 好 我要活出这样的生命 那从哪里开始 弟兄姊妹 追根究点 一个真实的基督徒 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很简单 实际上 重点就在于 请问 你是否认识耶稣 请问 你是否 清静地 来认识 耶稣 请问 你是否 有与耶稣 建立一个 亲密的 关系啊 哦 那就是重点 就是从这里开始 圣经用不同的词语 来描述 我们的救恩 我们的信仰 相信 重生 悔改 等等 这些都是真真实实的 但是 今天 让我们就从这个观念 认识 耶稣 来明白吧 留意 这里我说的不是 知道耶稣 而是 认识 耶稣啊 说到 知道 很多人 都知道 实际上 今天我们可以 提到 任何一个公众的人物 或是 任何一个 出名的人物 我想大部分的人说 哦 我知道 甚至有的会是说 哦 我认识 我认识 那你说 好 我认识我们的总理 那请问 总理认识你吗 那就是最基本的测试啊 所以 当我们说 我认识的时候 这种认识 只是知道 关于 这个人 而不是 与他 有一个关系 不管是 朋友的关系啊 家人的关系啊 同事的关系 等等 重点是 你 跟他 有没有一个 个人 亲近的关系呢 如果没有的话 你不是真的认识他 你只是知道他罢了 同样的 今天你说 我认识耶稣 你是真的认识他吗 就是 与他有一个 亲近的关系吗 还是 你只是 知道 关于 耶稣 基督呢 弟兄姊妹 就让我们 就让我们 在生活中 活出这样子的 对神的认识吧 哈利路亚 很多的人 知道耶稣 却不认识 耶稣 那今天 弟兄姊妹 让我们真的是来认识他 而且呢 他也就认识我们 上帝无所不知 他当然知道 我们的一切 可是 这里所说的 你认识他 他认识你 说的就是 我们有一个关系 我们有一个关系 我们认识耶稣 相信耶稣 成为上帝的儿女 成为上帝的子民 我们跟神 有一个关系 所以在 在 马太福音 刚才在第七上 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 在二十三节 耶稣说 我不认识你 记得吗 我不认识你 你这作恶的人 离开吧 那是多么可怕 可悲的一句话 他们 不认识上帝 耶稣说 我也不认识你 但是呢 认识耶稣的 切是上帝 所认识的 那在 约翰福音第十七章 第三节告诉我们 约翰福音第十七章 第三节 这里耶稣告诉我们说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 并且认识 你所拆来的 耶稣基督 这就是永生 原来 认识上帝 那就是永生 那就是得救 感谢主 那就是做一个真实的基督徒 那这里说的认识 不是知道罢了 而是有个亲近的关系 而是真实的 与神有交往 与神有沟通 是的 认识耶稣基督 那就是永生 所以在圣经里面 你要明白这一点 在圣经里面 说到认识这个词言的时候 绝对不是知识上 思想上的认识罢了 而是什么呢 而是在经历上 而是在关系上 真实的来认识 也就是说 不是知道罢了 而是在关系上 有个建立 有个成长 有一个清静 所以再一次的 什么是真的基督徒呢 就是一个认识 清静的认识 耶稣的人 感谢主 与他建立一个什么呢 亲密的关系 那更简单的来说 就是一个爱耶稣的人 弟兄姊妹 你爱耶稣吗 哈利路亚 哦 就是爱耶稣的人 那爱不是说说罢了 爱表示说 哦 有个渴慕 哦 有一个关系的建立 有一个追求啊 让我们呢 真的做一个爱耶稣的人 哈利路亚 而且关系是双方面的 这里我们说爱耶稣 那你知道吗 耶稣也爱你 而且呢 他先爱了你 阿们 当你我还是主人的时候 他就已经先爱了我们 今天我们说要认识耶稣 感谢神 我们认识他 他也认识我们 这就是哥林多前书八章三节 所告诉我们的 哥林多前书八章三节 我们荧幕上有显示 那个进我们一起的来读好不好 来 一二三 若有人爱上帝 这人乃是上帝所认识的 看见没有 当我们爱上帝的时候 是的 这也是上帝所认识的人 今天 就很像刚才所打的比方 你说你认识总理 总理认识你吗 那今天好消息就是 我们可以认识那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 是的 我们认识他 他也说我认识你 你是我的子民 哈利路亚 你是我的儿女 而且更奇妙的就是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上帝把我们当成是他的朋友 哈利路亚 所以有些诗歌说 I'm a friend of God 哈利路亚 我是上帝的朋友 是的 他认识我 他认识你 阿们 何等何等的福分啊 所以就让我们做个真实的基督徒 就让我们真实的来亲近他 来认识他 来爱慕他吧 那既然是谈到关系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基督信仰不是一个宗教 而是一个关系 not a religion but a relationship 强调的就是 我们与神之间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呢 如果没有的话 纯粹只是宗教 也就是说 我们只是追求一些外在的仪式 好了 我这样 我来聚会 我手这样摆 我手那样摆 或是我开口 我唱歌 或是我做这些 感谢主这些很好 这些是我们的信仰的表达 重点就是 首先里面要有信仰 然后这些仪式的表达 才有意义 才是讨神悦纳的 所以从里面与神之间的关系来开始吧 而既然是谈到关系 那你发觉到 关系有不同的程度的亲密 对不对 就像你身边 你的家人啊 你的朋友啊 有不同程度的这个关系 对不对 有的跟你很要好 有的跟你比较疏远 有的只是泛泛之交 有的是好的不能再好的朋友 的确 谈到关系 肯定是有不同程度的亲密 不同程度的认识啊 那今天 我们来到上帝面前 我们要做个真实的基督徒 我们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 那这个关系 不是停顿的 是会成长的 也应该是成长的 所以我们不能说 来到神面前说 哎呀我认识的 就好像读书这样 好我小学毕业了 毕业的就是 好我已经毕业了 不是这样子 关系是一个不断的成长的 不管你认识这个人多久了 已经几十年了 可是这个关系 还可以不断的亲密 不断的成长 那跟神之间 更加是如此 所以你千万不用担心说 哎呀这永恒里面 永恒啊 好长好长啊 哦我会不会有一天 完全的认识上帝了吗 不会的 因为这里说的是一个 爱的关系 那关系的深厚 哦关系的亲密 不会有说 好啦我掏空了 我已经完全认识你了 不需要再进一步 并不是如此 而是继续的发展 继续的成长 继续的巩固 继续的建立 继续的加深 这样的亲密 这样的认识 我们跟上帝 之间的关系 更是如此呢 那圣经里面 在出埃及记第24章 所记载的一件事情呢 我想可以来描述出 我们跟上帝的关系的不同程度 或是不同的 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啊 那我们先来看这段经文 在出埃及记第24章 在第9到第13节提到 出埃及记第24章第9节 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 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 都上了山 他们看见以色列的上帝 他脚下反复有平铺的蓝宝石 如同天色明镜 他的手不加害在 以色列的尊者身上 他们观看上帝 他们又吃又喝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散散到我这里来 住在这里 我要将石板 这石板就是 摩西十戒 那十戒的石板 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 使你可以教训百姓 摩西和他的帮手 约束亚起来上了上帝的山 好那这段经文 简单的 他的背景故事就是 上帝呼召摩西上到山顶 做什么呢 来领受神的启示 领受神的律法 领受神的话语 那在这一个事件里头呢 我们可以看见有三组不同的人 三组不同的人 第一组就是以色列百姓 那以色列百姓呢 他们不能够散伤 他们呢乃是在三脚下 甚至呢不能够靠近啊 为什么 因为他们生命里头 心里面真的是充满着 许许多多的罪恶 他们不能够靠近 这位圣洁的上帝 第二组人 就是这里所提到的 以色列中的那些长老们 摩西带着他们 上到山上 但是只是上到半山腰 然后在半山腰 他们 哦有 有看见上帝 哦有在山顶面前 能够吃 能够喝 多么美妙的 一个团契的景象啊 可是最后 一直上到山顶的是谁呢 摩西 还有 不只是摩西 还有他的帮手 约束亚 就是这三组人 那这三组人 真的就是代表了 描述了 我们跟神之间的认识的 三种不同的程度 或者是说三种不同的认识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呢 不是说 哦哦 要要要来 要来衡量 要来定 哦 这我们的是什么样的认识罢了 而是说 让我们能够明白了 然后 愿意悔改 愿意追求呢 那 让我这里就先说了 弟兄姊妹 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哦 神没有设下限制啊 我们要多 爱慕神 要多亲近神 我们就能够多爱慕神 我们就能够多亲近神啊 那 在这个故事里面 百姓不能够散伤 不是神 不肯让他们散伤 而是他们 没有那一颗心 没有那颗追求的心啊 弟兄姊妹 我们谈到这个代表的时候 这个比喻的时候 让我们从一开始就明白 神啊 我要渴慕你 那 你有这样的心 你就可以往上 一直的上到山顶 与神 有亲密的交通 与神有亲近的关系呢 来 让我们来看这三种不同的认识吧 首先 以色列百姓 以色列百姓代表的就是 敬而远之的来认识上帝 敬而远之 什么叫敬而远之 其实就是远远的 远远的 我相信 我相信 但其实就是远远的 实际上在另外一处经文 在圣明记记载 他们自己对摩西说 哇 上帝好可怕 大而可畏 你去 你去 上帝告诉你 你来告诉我们 我们自己不要听神的话 诶 经文真的是这样子的描述啊 显示出他们的心 那今天 这样的信徒 是怎样的心呢 这样的信徒就是 那些 哦 我相信 我相信上帝 我要他的救恩 谁不要呢 我要他的祝福 我要他的保守 每个都要 但是呢 很不幸的 这一类的信徒 敬而远之的 认识上帝 因为他只想要 上帝的祝福 却不想要上帝 也就是说 有需要的时候 神啊 帮助我 神啊 救我 然后问题解决了 他跑掉了 问题解决了 他自己去过活了 换句话说 在他生命里面 他没有遵从上帝 在他生命里面 他没有活出信仰 在他生命里面 他只是挂名的 只是口里面 承认是耶稣 然后呢 就好像是一个保险 这样子 有问题 有上帝的帮助 然后没问题的时候 我要怎样过活 我就怎样过活 这就是敬而远之的 来认识上帝 弟兄姊妹 这不是神所要的 弟兄姊妹 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这是虚假的信仰 不是真实的信仰 信仰不是以人为本 而是以神为尊 弟兄姊妹 上帝 哦是上帝 上帝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我们应当来顺服他 而不是反过来 把上帝当成是我们的仆人 来为我们忽钱 忽来喝去的 我们要什么就叫他来做 然后呢自己过自己的生活 那不是真实的信仰 那就是虚假的信仰啊 尽而远之 远远的认识上帝 其实就是不认识上帝 而这样子的认识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最大的问题就是 你会整天 整天哦 出状况 出什么状况 弟兄姊妹 因为这样的信仰 不是真实的信仰 所以心里面 也没有对神的敬畏 所以在生命里头 经常就会陷入了 哦 罪恶的网罗里面 所以你看看旧约 以色列百姓 常常的 动不动的 埋怨 动不动的 犯罪 动不动的 就去拜武将 就跑去拜别的神 为什么 哪一个比较灵 我就叫他来帮我 所以 这样子的 来认识上帝 是虚假的 不是真实的 来认识神 我们来看一处经文 在菲利比书第三章 十八到十九节 我们看看 史鲁宝罗怎么描述呢 这里说到 十八节 因为有许多人 刑事 是基督 十字架的仇敌 哇 这个严重了 弟兄姊妹 你同意吗 如果是基督 十字架的仇敌 那真的是 很严重的事情啊 我们继续的来看 我屡次告诉你们 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 他们的结局 就是 成人 哦 原来 他们不只是基督 十字架的仇敌 而且他们的结局是什么 成人 灭亡 不只是不得救 而且是 灭亡哦 灭亡的 结局 那 是怎样的人呢 经文接下去 就描述给我们看见 这里说到 他们的神 就是自己的都父 首先 他们以都父为神 哇 什么意思呢 很爱吃 是不是 新加坡人爱吃 吃本身不是问题 这里 所描述的就是 他们基本上就是 以自己的肉体的欲望 为他们的神啊 所以 他们想要的 对他们来说 这是最重要的 这就是他的神 所以上帝不是 真的是他的神 上帝 哦 只是他有需要的时候 他才呼求上帝帮助他 平时呢 他就是以自己的都父 以自己的肉体 以自己的欲望 为他的神啊 第二点 他们以自己的羞辱 为荣耀 什么意思呢 哎 你只要看一看 四周围 现今的时代 多少的人 以羞辱的事情呢 为荣耀 来夸耀 是不是 夸耀他的犯罪 夸耀 哦 他的狡猾 夸耀 哦 他的所谓的自由 他的开放 实力上是罪恶 实力上是羞辱的事情 但是世人 却以此为荣 然后第三件事情 专以地上的事情为念 换句话说 他所思所想 都想着地上的事情 他有没有顾念 属灵的事情 有没有顾念 天上的事情 没有 哦 原来这样的人 就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 原来这样的人 结局就是成人 而这样的人 哦 不是说他一定是有多么的罪大而己 而是他的整个心思意念 都是以自己为本 都是以地上的事情为念 都是 哦 想做肉体的欲望 也就是说 他进而言之的来认识神 他不是真的来信靠神 那就是虚假虚假的信仰 弟兄姊妹 让我们千万千万不要留在这样的地步 让我们千万不要眼目只看地上 让我们真的明白 真的晓得有永生 有永生 有天堂 有地命呢 有救恩 也有沉沦灭亡呢 哦 弟兄姊妹们 让我们不要远远地来认识 来相信上帝 让我们 哦 竭尽所能的 哦 来追求 来认识神吧 第二 主人 我们刚谈到以色列百姓 第二主人就是以色列长老 我们看见摩西带着 祭司 就是亚伦 拿达 亚比乎 还有以色列七十个长老 带他们到半山腰 这里我称他们为 安心舒适的认识上帝 安心又舒适 听起来也蛮不错 的确 也不是说他们 有什么 有什么不好的方面 我相信他们 的确是 真心的也要来相信 真心的也要来认识 那基文这里描述 他们来到上帝面前 能够在上帝面前吃 多么美丽的一副景象 对不对 也预表就像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 我们守圣餐 描述的就是跟神有一个关系 描述的就是跟神有一个团契 感谢主 跟神有团契 而且是一组人 就是代表了跟弟兄弟们彼此之间的一个关系 你说这好啊 感谢主的确 我相信很多的信徒也是如此啊 真心的要来相信神 的确有来到神的面前 与神来交通 真心的来敬拜祂 真心的来参与 真心的来到上帝面前 那为什么我用这个舒适 安心的 这样的字眼来描述呢 我所带出的功课就是 感谢神 他们相信神 他们来到神面前 但是恐怕的就是 热止久了 很多信徒就是这样 热止久了 渐渐的只是变成一种 传统 一种习惯 热止久了 渐渐的就只是很舒服 得来相信 来认识 然后就渐渐的变成了停顿在那边 停顿在那边 他们很满意现状 我都有来聚会 我都有做奉献 我都有参加 参加小组 我都有做这些 感谢神很好 但是神要的是 我们的心对祂 有一个火热 有一个追求啊 弟兄姊妹 不要停顿在那边 不要说 好了我信这么多 够了 是真的相信 我不是说这是虚假的 而是说 这恐怕会进入一个停顿 变成了一种习惯罢了 一种传统罢了 甚至有一个危险 什么危险呢 甚至可能是会进入 不冷不热呢 开始信主的时候是火热的 但是久了 习惯了 渐渐的就不冷也不折了 不进折退 那久了 不折是停顿 甚至会后退呢 渐渐的心都冷淡了 就保持着很好的 这些信仰的 这些传统 但是内心已经渐渐的冷淡了 你说 哎呀 我很舒适啊 我是有来相信神的 感谢主 但是请问 你开心 你很舒适 可是上帝开心吗 这是上帝所要的吗 请问 耶稣死在十字架上 要的是这样的一个 不冷不折的信仰吗 请问 耶稣为你而死 要的是这样子的 只是一个很舒适 很传统 一个的属灵状况吗 不是的 不是的 耶稣要的是我们火热的来爱他 火热的来跟随他 这也就是第三组人所要代表的 第三组人就是摩西和约束亚 我称之为火热追求的来认识上帝 那我们知道摩西感谢主 他有这个荣幸 这个福分 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 能够来仰望神的荣耀 聆听上帝的话语 领受上帝的启示 可是他心里面 重点就是 他心里面 有这样的一颗对神的火热 对神的追求啊 那或许有的可能会说 摩西是一个高山洋子的 一个伟大的信心巨人 我离他很遥远 但是这里呢 弟兄姊妹 他之所以成为信心巨人 不是因为他自己本身的了不起 而是因为他火热追求神 来到神的面前 才成为这样的一个人 换句话说 我们每一个人也当如此的 来到神的面前 而且还有 说一说 耶稣要吧 在这里耶稣要是谁 耶稣要是摩西的帮手 简单的说 他是摩西的仆人 他是摩西身边的助手啊 他并不是一个所谓的了不起的大人物 但是重点是 他对神有这样的一个渴慕 不只是在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看见他跟随着摩西 上到山顶 而且我要说就是 他上去不是因为他 他逼不得已 而是因为他有一个渴慕 有一个追求 他愿意 他想要 怎么知道呢 有另外一处经文 同样是在出埃及记 第三十三章第十一节告诉我们 出埃及记第三十三章十一节说 耶稣和摩西面对面说话 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样 摩西转到引你去 唯有他的帮手 一个少年人认的儿子 就是约束亚不离开会墓 这里说的就是那个会墓就是一个用类似帐篷这样子搭起来的一个萤幕 就是当时呢摩西来朝见上帝的地方 这里描述上帝与摩西面对面说话 哦 何等亲密的关系呀 然后这里告诉我们说 约束亚在那边 他有一个渴慕 甚至当摩西离开这个会墓之后 约束亚还留在那边 留在那边做什么 因为他对神有这样的渴慕 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不管是在个人的灵修里面 还是我们主人崇拜的聚会里面 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见到那个渴慕的心 说神啊我就是要来到你的面前 还是我们是拖着脚步 还是我们是说 哎呀又得聚会了 哎呀又是礼拜天了 哎呀又得着急了 弟兄姊妹 看一看耶稣亚 他绝对不会说 哦这是一个麻烦的事情 哎呀这是一个烦躁的事情 绝对不会 因为他对神有这样的一个渴慕 这里我要说就是 神要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心 而这样的心不是说 我们要有多属灵 多伟大多完美 不是 这里描述的是一个追求 任何人都可以来追求上帝 任何人都可以活着的来追求上帝 好消息就是 上帝要我们追求他 而且他应许我们寻找他 他就让我们寻见他 哦感谢主 所以是在于你要不要 今天奉主名我祝福你 为愿我们都成为这样的人 阿们 为愿我们都这样的来认识神吧 这样的人是一个亲密认识上帝 全心侍奉上帝的人 阿们 让我们全心的 哦来侍奉他 亲密的来认识他 这样的人是一个参与公开的教会生活 也追求私下的灵修生活的人 也就是说 感谢神 我们要来参加 哦 群体的 哦来敬拜 感谢主 现在暂时是线上 然后当我们 可以教会可以重开 然后我们可以一起聚集的时候 弟兄姊妹 我们要参与 我们要来参与公开的教会生活 哦小组祷告会等等 而且在私底下 个人的灵修生活 哦也是不可少的 一个活着追求神的人 或者是公开的 而且私底下的 也是来追求神 而且这是一个全心向着上帝的人 你的心向着什么 弟兄姊妹 让我们是向着神 阿们 让我们的心真的是向着神 哦是的 在世上我们要工作 在世上我们要吃 我们要喝 我们有一时住心的需要等等 但是让这一切 不是我们的心的专注 我们的心的追求啊 让我们的心 乃是向着什么 向着上帝 也就是说 我们认真的执行上帝的话语 阿们 认真的执行上帝的旨意 哈利路亚 认真的执行上帝的工作 这样的一个人 乃是一个真正的爱神 爱人 成就使命的人 弟兄姊妹 这不是一句口号罢了 而是圣经里面的一个启示 哦 也就是我们整个信仰生活的一个总结 哦 我们要怎样成为一个真实的基督徒 好好地来爱神 阿们 爱神的人 就去爱人 阿们 爱人的话 让我们就成就上帝的使命吧 阿们 把福音传到普天下 感谢主 所以我们的上帝 并不遥远 只需要一个祷告 一个呼求 就可以把我们带到上帝的面前 今天 你说 哎呀 我不知道怎样认识上帝 其实就这么简单 一个祷告 一个呼求 问题是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心呢 有的话 哦 就算是在你的手机旁 在你的电脑旁 或是在你个人的时间里面 你就说 主啊 我发觉 我离你很遥远 我发觉我过去只是近而远之的 来认识你 又或者你说 哦 我发觉我已经停顿了 我很舒服 可是 其实我已经不忍不忍了 求主原谅 求主改变 求主重新点燃 我内心对神的爱 弟兄妹 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 就这么一句祷告 这样那个呼求 耶稣要垂定 耶稣要再一次的 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 真真实实的来亲近他 当你渴慕他 你就要得满足 当你寻找他 你就要寻见他 你要有多亲近他 你就能够有多亲近他 因为神已经踏出了第一步 现在就等着你我的回应啊 所以 以前我们常唱的一首诗歌 也是出自于诗篇里头 所说的 神啊我的心渴慕你 如露渴慕 吸水 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渴慕吧 就好像我们 哇 口渴都不得了 我必须要喝水 让我们对神 也是这样子的 一个迫切的渴慕 需要 时间最长的距离是什么 啊 这句话 很多人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对不对 但是我要告诉你就是 时间最长的距离是十八寸 啊 什么十八寸 就是你的头脑和你的心之间的距离 你的头脑和你的心之间 这十八寸呢 就是世间最长的距离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有太多的人 就插了这十八寸 错过了天堂 为什么 因为头脑上 啊 我相信 我相信 可是呢 没有进到心里面 插了十八寸 结果就错过了天堂 今天 让我们不要只是头脑上 让我们是真心的 发自内心的 阿们 发自内心的 哦 然后活出来 在生活中 在行为上 活出我们的信仰 不会错过天堂 阿们 反而是 有耶稣与我们同行 耶稣与我们同在 所以 总结 不要只是说 我相信 我相信 让我们 真心的 来清净 认识他 与他建立 亲密的关系 好好的 来爱耶稣 阿们 是的 好好的 来爱 耶稣吧 感谢主 感谢主 哈利路亚 来我们 我们来 来祷告 哈利路亚 感谢主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感谢主 哈利路亚 哦 是的 主耶稣 是的 主耶稣 哦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而且是不断成长的关系 而且是不断成长的关系 而且是一个火热的 渴慕的 追求的关系 主啊 今天 饶恕我们 让我们不要停顿下来 哦 让我们不要有不冷不热的一个心 让我们的心哦 乃是要恢复过来 乃是要重新的点燃我们对主的热情 主耶稣 在这时刻 在这时刻 哦 我们也为 哦 那些聆听这篇道的人来祷告 主啊 那些还没有真的认识你的 哦 那些可能是第一次听见福音的 不完全明白 可是至少有一点 他们今天知道了 就是耶稣 你何等的爱我们 你先爱了我们 为我们舍生命 流宝血被定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赎罪 好叫一切相信耶稣的 不知灭亡在罪恶里头 反而要得到永恒的生命 主啊 今天 今天 哦 信我们的心 哦 来相信你 相扶于你 来跟随你 做个真真实实的基督徒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哈利路亚 所以在这时刻 在这时刻 主耶稣 我们要发自内心 来呼求你 哦 主好 我的祷告就是 让每一个弟兄姊妹 每一个朋友 哦 都一起的 发自内心的 像你这么的呼求 说 主耶稣 我相信你 我跟随你 哦 我要更深的来认识你 更深的来亲近你 进入我的生命 改变我的生命 让我们真的来认识主 紧紧的跟随他 感谢赞美主 奉主耶稣基督之名祷告 阿们 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主 的的确确 我们要做个真实的信徒 哈利路亚 感谢主 好的 那今天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 赞美主